中學有玩過體育課 因為體育課的時候是有體育課的存在 但是它就沒有任何推撞 剛剛都是要上課課 教兩下才記得怎樣傳阿波 正式比賽試一下 我有些覺得是不是年紀太大 開始要養身 設定自己 但是又很興奮 我逢親對於一些刺激一點的運動 都好像挺有興趣 Ice Hockey現在就繼續打 然後現在這個Rubby又打 所以是好玩的 不知道呢 因為它沒有裝備 它沒有防備 就會比較害怕 Ice Hockey有了頭盔 所有東西 就會覺得好像撞一下也沒事 不會的 做健身 變大小一點 那一次狗仔走失了之後 現在又小心一點 現在又小心一點 現在 因為那次其實是我自己的軟件 忘記幫它帶GPS 那一向都有 現在帶了GPS 買了一條是 背著新的 之前都是拿著它 但是現在它很安全 很開心 在家裡等著我 它之後回來的幾天 有一點怕車聲 但是 有上網看看怎樣做 有做一些 怎樣呢 即是 站在這條街上 找過有些車 但不是太多 跟它 對 跟它坐在這裏十分鐘 同時間 給其他 食物 你給它聞一下 令它聯絡到 不是完全 車等於害怕的 但是 慶幸地很感謝大家 幫忙 還有最後在維園見到它 那就不要 讓它再做維園老闆 有很多 發覺原來 有很多 有愛心的人 都想起幫你找 是啊 謝謝大家 還有真是很感謝 在維園的安全 我記得有個 有個 姐姐是完全不想放她走 但是其實 維園那個位 是不可以 讓狗仔走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她會走那邊 因為我比較少跟她走維園 因為維園在 外面 有個 寵物的 共享境 我有走過一兩次 但是 我經常都嫌那邊 要經過 經過 經過銅鑼灣 那就會多些車 那我就覺得 不如走去大球場 那 我平時 那條 routine 其實就是走大球場 跟她去踩板 那就是接下來 Ruby 7 她舉辦的地方 那個位 我還有少少 說 她們最近封路 封得厲害 然後我就會 還會 繞一繞了不要緊 都是一段時間的事 不會 不會 因為 我會再小心一點 其實她很喜歡出街 我早晚都三次 那 你說會 帶她去大球場 你會不會 到時 進去看 到時我都想看 有沒有機會看 因為最近工作還在安排 因為我對上一次 看Ruby 7 都接近大學的時候 和一班朋友 進去 然後 看得很興奮 因為氣氛非常之好 然後 又喝了酒 大家在Ruby 7 都忍不住 有啤酒 就這樣喝 就很久沒試過這樣玩 但是要看工作上 能不能安排 因為最近都比較 有少少忙 但你那次 你說進去的時候 有沒有扮到很可愛 沒有 純粹是排隊 然後穿 因為我第一次去 通常 那次是第一次去 沒試過 在電視以外 或者YouTube以外 見過 Ruby 7是怎樣 但是氣氛非常之好 很期待 今次有機會 可以去看 今次好像在一起 是呀 所以都 是不是過了 疫情之後 都沒試過 都有 去年都有 但去年我都沒有時間去看 去年四月的時候 剛好就在台灣 那希望今年有機會 那這陣子有什麼 這陣子 看著不同的劇本 然後再在挑 然後聊 那四月的話 主要就是拍摩羅琳的工作 每天都有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那還要攝時間去照顧小狗 那你之前都要接他去台灣 是 我知道 剛剛在去年年尾 在台灣拍的一套電影 叫大蒙 那應該會是下年的暑假會上的 那到時候他會去 當然了 謝謝 謝謝 有什麼拍攝 有方玉婷 還有有九人八八 然後方玉婷就是美國女孩 其中一位主角 非常之才能 認識他的時候十七歲 然後你覺得他為什麼演技可以這麼順遂呢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差一點 然後 認識到九人八八 我又聽他的歌 都很開心 我還帶了他們去台灣留兵 我帶了一雙鞋 他打算散心 然後就帶了他們去留兵 謝謝 謝謝 麻煩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